對於中共傳媒《大公報》點名《忠然遠學者》吳瑞仁 違反《港版國安法》 指他2021年底獲得香港記者協會人權新聞獎的評論 鼓吹港獨 涉嫌顛覆正體 吳瑞仁向《大紀元》表示 中共聲稱他以台獨身份干預港獨 目的是要安個罪名給他 阻嚇台灣人或海外華人不敢繼續聲援香港民運、中國民運或西藏、新疆維吾爾運動 他說中共將所有獨立自由民主派的媒體全部都摧毀了 現在只剩下自由派媒體組成香港公民社會重要骨幹的《香港記者協會》 為了打壓香港記協 中共以香港記協《香港外國記者會》 已經撤出香港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限給他的人權新聞獎為藉口 孫行將他抹得夠黑 這樣才有辦法抹黑香港記協 他表示將他與香港記協等綁在一起 因為他在境外 依照《港版國安法》 除了未來 可以安上香港記協分裂國家罪 勾結境外勢力罪 另外再加上香港刑法 還有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中共正在與全世界人類文明價值為敵 吳裔人批評 全世界只有中共顛倒黑白是非 《港版國安法》根本就是違反法律原則 包括違反法律 不追溯既往 罪行法定主義原則 以及對於沒有管轄權的地方行使管轄 《國安法》所有的罪名就是一個大帽子 底下沒有任何具體內容 隨便安罪名 他又不被中共管 憑什麼說他犯法 笑死人了 吳裔人指出 這件事也與中共二十大有關 在二十大之前 必須完全確保香港穩定